由于在澎湖住人心台山上水德普武館 航空里面没有这个粉叶金花在盛开 大大片的花是非常漂亮 园区开的最好的是工资深圆环 这一圈的粉叶金花 它其实非常适合台南的天气 一年可以开两三次没有问题 那因为它开的时候 会让一整棵树都变成粉红色的样子 非常可爱 所以它只要一盛开 就会是我们园区非常热门的景点 不过这边花是漂亮不漂亮 但是白白是坎坷在回头两边 做现的不一样的色彩 对着这种特殊很像 官方也特别向专家来清告 当时那些商品来照顽 向民众来求的答案 为什么同样是工资深圆环的粉叶金花 竟然在左侧跟右侧会有颜色上的差异 有一侧颜色比较浅 有一侧的颜色比较深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也对这个非常好奇 在除了请问专家学者之外 我们同时也把这个问题投上网 让大家在家的时候 可以一起来想一想 动动脑来猜猜看为什么 那有人说可能是日照 有人说是土壤的关系 也有人说是地下有浮流水 它可能它的流向不一样 造成这两侧颜色的差异 那这个活动呢 我们会一直持续到 我们问出专家学者原因为止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我们也会准备精美的小礼物给大家 就连现在是因为风亚关系 山上水道普普馆 休馆当中豐富的美类 粉业进化的美金 没办法让大家来清白酒看到 不过打过条件头 还有关风 港座人员上团商品 同样可以含书到这些美金 大家现在只能好好配合到风亚 期待夜情改风了 再次来搞得水道普普馆来走走 蓝天新闻带一下 山上各位蔡芳博的